6月6号,阿娇写首张国语个人专辑《童花》在京剧办发布会 据了解,新专辑名为《童花》既然合了阿娇的名字,也被她认为是自己个性的体现 而阿娇的上一段感情刚刚结束,当被问到对此的感悟时 她则称感情的事不会多谈,但表示对爱情没有失望 她没有对爱情失望过,我不可以说我经历过的事情要把它放在我把后将来的另一半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,所以我从来没有对爱情失望过 日前陈冠希被报,已经向女友求婚 现场当阿娇被问及对此事的看法时,阿娇就严正表示,有关陈冠希的事都不会回应 有酷娱乐播报,北京报道 到明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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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明